好了,我们该说立业 从齐家到治国 我们现代社会啊 曾老师提倡 加一个立业 立的什么业呢 各行各业 360行行出状元 但是 立业 说安身立业 修身之后 讲立业 没什么问题 说 一下要治国 你可能感觉摸不着头脑 现在人根本都不懂了 为什么怎么就治国了呢 那没关系就从立业了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行业 而不是 事业 你说 做一个行业 做一个职位 工作 严格来讲 还不算业 你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赚钱养家 你反过来还是要起家 那怎么样 说 要到治国 就是说往外走 就事业 什么才算事业 要事业 要有事业心 就首先 这个心 还是根本 最重要 你心都没了 你谈什么都是假的 没心没肺 假装 那你 试的什么业 这个就不能单纯的说 拆开 就两个字 业 说 个人呢 叫个人的业 但是 要是一个业 它是指公共的 指的共业 那什么共业呢 当然有好 有不好 你说 在什么KTV酒吧 这算事业吗 那就是 认点下娱乐 放松心情而已 甚至搞一些 不好的事情 就更不要输了 但是 你竟然干了 你是老板 你让底下的员工 这个行业 有行业的规矩 但是 相对的 每一个员工 各自 家里面的情况 有家的 你让咱们安心 是真正的让他安心 不要太晚回去 那你干这个 就好像很难了 所以有些事业 就算是事业 也是很 不得已 就不太好搞 建议你从事别的 那你作为一个老板 他就是一个事业主 底下的员工 就是你的臣子 子民 你为他们的生活 饮食起居 要挂一点心 真的要挂心 才就好了 那每个人所缺不一样 有的身体不太好 有的家里事情 比较多烦恼 那你是否真正关心 它不一定完全是钱 但是钱 能够 就是给一些方便法门 但是有些人 他需要的 不都是这个 你调整一下时间 加一个午休 这个家里有什么困难 去拜访一下 多问问心安 是否有什么烦恼 那这就一个好老板 也算是事业 但是更好的就是 他做一些好的事业 那为工的 有工心的 那才叫事业 你试的什么 你完全为自己 那就适应 所以这个区别在这 很多人都没事业